大家好,我是T,我是F 那甭问啊,你就是嘚瑟呗 好,来三位做吧 非常 不是,你们扎是被辐射了是吗 这边,这边 这能做呀 这边,这边,这边 来,非常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呢 不是,三位 你们不用这么拘谨,我们这是一个访谈节目 放松一点,就像在家里面一样 就像在家里一样 三位,我是让你们放松 我没让你们放肆 来来来 三位现在是非常优秀的组合了 是 组合这个词真的不敢当 就真谦虚 那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天团 三位呢,现在已经是国内超人气的天团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三位啊 你们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也下了不少功夫吧 那当然了 我先不说我的这个搭档 就说我 别人在睡觉的时候 您呢 我也在睡觉 这不废话吗 但是我起得早 我每天五点钟起床 练功练到六点 练一个小时 要不然我今天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是是是 我问一下啊 那么三位 从小都怀揣的是音乐梦吗 这个我先说 因为我是一个小女孩 从小吧 我就比较爱美 所以我从小的梦想就是 当一个model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骂街的呢 我妈懂模特 就是模特 确实很漂亮啊 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啊 是想当一名人民警察 哦,当警察 对 高考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 那怎么没考上啊 差六百分 差六百分 那您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 谢谢 别谢了,别谢了 还挺客气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三位的梦想啊 从小的梦想确实不一样 一位呢是想当模特 一位呢是想当警犬 谁想当警犬啊 谁想当警犬啊 警察 警察 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啊 这个说起来就特别有意思啊 说一说 因为我们三个呀 都特别的喜欢小动物 哦,是小动物结缘 对 小狗啊,还小猫啊 小乌龟 小乌龟 对 那小乌龟怎么会结缘呢 你这样啊 有天早上嘛 我上早市去溜达 晚上之后呢 我看我郭阳哥 那卖乌龟呢 我说来两只 就这么的 咱俩就认识了 哦,原来您是在早市上卖王八 对 卖王八 哎,那王老师 谁王老师啊 谁叫王老师 我姓郭 郭老师 对不起 还跟王八穿一块儿啊 郭老师 那您跟她是 你们是小乌龟的吗 跟冰冰有什么关系吗 我从她那儿上着祸 我是养殖祸 那我问一下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小乌龟啊 很可爱啊 可是我不敢养 我老怕把她养死 那怎么可能呢 那玩儿老好养了 是吗 并且寿命非常长啊 这么说吧 要是养好了 能送你走 欢迎这仨人不嘴聊天 这仨人 那咱们换个话题吧 好 说这个乌龟了 好不好 人家以为我是养殖节目呢 好 说说音乐吧 好 好不好 好 那么三位现在怎么看 咱们国内的音乐呢 我觉得现在咱们生活啊 这个人呢都太浮浅 浮躁 太浮躁 很多歌词也非常的浮浅 是吗 那比如说 汪峰有一首歌 春天礼 当然了 由于我跟汪峰是很好的朋友 我就不说这歌是谁唱的 你比如说有一首歌 什么歌 春天礼 这歌很好听啊 这个词我觉得写的就非常的浮浅 是吗 我给大家唱一唱啊 春天礼那个班 不是这歌啊 不是这歌 汪峰啊穿着开装裤的时候 可能唱过这歌 但是长大了 对 对 如果啊 如果有一天 我将要死去 请把我埋在 埋在春天里 春天里 这不挺好的吗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啊 夏天死怎么办 你哥到第二年春天再埋 那就不新鲜了 这也不是您管的事啊 那咱刚才说到春天里了 那么三位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歌啊 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出了一首新歌 新歌啊 这是英国的大师哥们做的一首 这个歌叫这个 好像是叫初夏 像是深秋嘛 是清明嘛 四季 这首歌叫四季 对 那您今天跟我们唱了您这首歌四季好不好 今天唱不了 为什么呀 不好意思 因为你们节目组没有跟我说让我们三个人唱一首歌啊 别别别 不是 主要是我录你们一期节目给我三十块钱 我觉得不太划算 但是我说实话啊 您看当年雨泉来到我们的节目 别跟我提雨泉 我跟你说不能给我提雨泉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当年我们三个人跟雨泉我们同台养个初 同台养个初啊 怎么着雨泉他们出涨费多少钱 多少钱 一百八 才那么便宜 我们发 二百 都差不多二十啊 对呀 现在就过了八年 人出场费三十万 不少 我们发 二百 不是 我说各位 你们乐什么呀 这不能做吗 不是 我们发这叫能耐啊 什么能耐啊 八年了 你咱没掉街 咱也不说这个了好不好 对 那么刚才说到八年了 那说明你们都很有默契了 对 那这样 咱们看看你们默契好不好 咱们做一个小游戏 叫你比我来猜 商量一下谁比我谁猜 好不好 行 那咱 哎 好 就这么着 好 好吧 这个你比我来猜 确实你们合作了八年了 对 这个那么这八年呢 产生了很多的感情 所以呢 做一个小游戏 好 来 我喊三个数 咱们三二一开始 您看题板 好嘞 来 准备好 三 二 一 开始 穿针引线 穿针引线 耶 谢谢 别谢了 干嘛呀 别嘚瑟了在这 你怎么给说出来了 穿针引线 你比我来猜 不是你说我来说 知道吗 得你比我 他来猜 哎呦 他来猜不让我说呀 那当然了 那这有难度啊 是啊 那这有什么难度啊 这个 来来来 试试吧 来试试吧 哎呀 来 开始 好 那这个啊 这个怎么形容啊 这个 过 这个呢 过 过 过 哎哎哎哎 那个 动个脑子行不行啊 咱们别过了 好不好 这有难度 像这个呢 来 来 来 呃 汽车 十度六高 然后躲在那 他必须得看到 他才能往前走 反正带颜色的 过 二位 分别过了 再过节目结束了 试试吧 来来来 这个 最简单 动物 一个字 青蛙 一个字 这个 看 看我一学 看 去 去 去 干嘛呀 不是 狗 谢谢 这俩人鸡狗不分 这俩来来 换一个 好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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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 这个职业跟他一样 主持人 不是 刚才那个 刚才那狗 啊 骨子连起来 主持人是狗 耶 谢谢 别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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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着太没劲了啊 一道题你们俩都答不出 对啊 不是 哥 这有的 这什么意思这是 哎呦 这家给我累的 终于不用陪你俩嘚瑟了 哎呀妈 不是 怎么了 闹动什么意思 是这样 哥 咱们圆梦公司啊 给您二位定的圆梦计划 圆您一个主持人梦 圆您一个歌星梦 对啊 这您给的钱 正好是这些时间呢 咱俩合同办事不是 哎呦 咱给你加钱呢 对不对 哥 钱的事 不是钱事啊 我俩现在要上趟邮局 把那钱存起来 你看这 不这点钱还用存呢 哎呦 哎呦 这没见过钱的这是 别扣扣扣扣的行不行 咱这儿有钱 对 给那钱 不是不是 哥 我俩真有急事 我俩要把那些钱呢 汇给贫困山区的儿童 不是啥意思 我们这个圆梦公司啊 不仅呢 可以圆大家的梦 也想去帮助那些 没有能力圆梦的 贫困山区的孩子 去给他们一个 圆梦的机会 生活在城市里 无忧无虑的我们 或许根本无法想象到 生活在贫困山区里 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而如今呢 有些人肆意地挥霍 而我们呢 就想让这些钱 变得有点意义 我们知道 这些钱 或许无法彻底地 改变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就想做些什么 哪怕是 一点 一滴 你瞧着人的觉悟 你说你上这儿圆什么梦了呀 废话 你要不给我偷钱 我能圆梦来吗 行不行 妹妹 那个什么 你们去哪儿 开车送你去 不用不用 我俩坐地铁就行 不游局吗 我们开车送你一块去 我跟你们一块去 我们也想献出我们的爱心呢 好不好 行不行 那太好了 走 车带你去 走